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焦点事件记者孙琼 最近我们在这里希望描绘资本主义走进多极霸权时代的重要特色 想触及特别位在大国博弈前缘的台湾人面对的处境 提供一些跟过去不同的思考角度 一起想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样的工作很重要 虽然能力资源有限但还是要排除困难 起码能提供更多资讯创造对话可能 希望大家踊跃捐款 让这个依赖社会支持的媒体能够稳定的走下去 最近这段时间去美元化变成热门的关键字 大概从2022年第四季开始 美元持续的疲软 黄金价格一路飙迫每盎司2000美元 一些分析师就用去美元化来解释 希望创造话题 基本上去美元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它在短期的市场起步上 有它荒谬的地方 但是4月7号美国劳工部 公布了非农就业数字 那高于预期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美元稳住了 这是不是又没有去美元化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 那么去美元化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近习近平很忙 上周讲到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中国 4月13号又有一个大人物到中国 那就是巴西的总统鲁拉 鲁拉到中国跟马克宏去啊 有一个一样的起手势 或者说是敲门砖 马克宏去之前 法国的Dadao Energies 跟中国的中海油签下 以人民币计价的天然气合约 那鲁拉去之前 也宣布跟中国达成协议 不再使用美元 作为中间货币 以两国的本币来进行贸易结算 2009年之后 连续14年 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巴西从中国进口占它总进口额的五分之一以上 出口就更多了 占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这次鲁拉去反映的不只是巴西和中国的经贸关系 2022年巴西的邻国阿根廷 就跟中国签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备忘录 巴西还没有签 一般认为这是鲁拉去中国的重要任务 另外就是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 巴拉圭 这四个国家在1991年签订亚松申条约 成立南方共同市场 希望跟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这里面 巴拉圭还是台湾的邦交国 四月底就要举行大选 现在领先的爱里格里就已经先讲了 当选之后就要跟台湾断交了 最近跟人民币有关的去美元化的新闻不少 像是2023年2月 人民币首度超越美元 成为莫斯科最大的交易货币 伊拉克宣布允许跟中国在石油之外的贸易 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沙烏地阿拉伯国家银行也宣布完成手中人民币的贷款 同时中国也在推动跟沙国之间 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 我们刚刚说 两个国家间做生意跟美国没啥关系 为什么过去都要用美元呢 这个跟交易的安全有关系 你要确保卖出去的东西换进来的钱的经济价值 它是有价值的 那么在计价和交易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货币它作为储备的作用 你一个国家要发行货币 不管在国内或者是在国际的交易上 人家为什么要相信你发行的货币是有价值的呢 除非这个国家的手上 有比这个货币的价值更稳定的东西做担保 稳定信心 这个东西就是货币发行的储备 那这个大概是个什么东西 最直觉的就是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 最简单就是直接拿一定比例的金银来铸币 你不相信这个钱的价值就把钱融掉算了 里面有黄金白银嘛 这个叫做金币金本位置 不过这种做法的问题是 交易规模越来越大 金跟银不够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军费需求大增 开始发行纸币 也不管什么担保了 爱信不信随你 战后金币金本位回不去了 变成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拿里面没有金银的货币 或者是纸钞跟国家换黄金 这个叫做金块金本位置 但是金本位的根本问题还是存在 全球大部分开采出来的黄金 都掌握在少数的强国手里 新兴国家没有办法发行货币 也就没有办法参与国际贸易 而且黄金本身也是商品 它的价格也会起伏 没有办法达到作为货币储备需要的稳定性 二战的时候 金本位崩溃了 战后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而各国一起来想办法的会议就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定程度是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架构上面讨论 原本他的构想是建立一种世界货币 叫做banker 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换之外 不准进入私人的市场流通 不过因为超级强权美国的出现完全偏离了凯恩斯的轨道 最后在美国的主导下 变成美元先跟黄金挂钩 一盎司黄金换35块美元 然后各国的货币再跟美元挂钩 美元变成各国货币发行的基础 所以美元又被叫做美金嘛 好像以前的黄金一样 发行货币呢要除并美元 加上美国有意识的向国外倒美元 像是马歇尔计划趁着欧洲战后工业崩溃 以援助为名 直接把大笔大笔的美元送到欧洲去 各国拿到这些美元之后呢 就发行他们的货币 1955年月战开始 美国大量的军备开支 通通靠印钞票来支付 黄金兑美元节节攀高 你35美元还能够换一盎司的黄金给我吗 1960年代 眼看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要玩完了 像是法国这些欧洲国家 开始拿35美元去跟美国 你换一盎司黄金给我 美国怕黄金被掏空嘛 尼克森在1971年的时候就悍然宣布 美元不再兑换黄金 这个当然是彻底的耍油盲啊 不过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拿美元 发行自己的货币 而且从欧洲到全球啊 都被关在冷战美苏对抗的铁笼里 谁也不敢摆脱美国的保护嘛 因为大家都要反侵略反要要自卫嘛 不过就算是大家敢怒不敢言啊 或者是连怒也不敢怒啊 总觉得美国好棒棒哦 这些美金毕竟还是纸不是真金 所以美国先是扶持了以色列建国 然后再跟沙奥地阿拉伯说 我卖武器给你让你可以抵抗以色列的侵略 然后你所有出口的石油都要用美元计价 到了1975年啊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所有输出的石油都用美金计价 石油美元于是就形成了 美国在黄金之后又找到一种 稳定他们印出来的这些纸的价值的战略物资 各国拿美元做货币发行的储备啊 对美元没信心 就是对自己的货币没信心 所以即便是真的没信心 也只能自己骗自己了 美国当然也就肆无忌惮地开始印钞票 印了钞票往海外倒 钞票不留回本国市场 也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成分 要维持美元霸权 让大家继续自己骗自己 只有这样当然是不够的 制造区域紧张 再让大家依赖美国保护 不敢造美国的反 然后美国再印钞票 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 生产武器自己用 给盟友用 也给敌人用 除了军事力量之外 另外像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里面 成立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也就是IMF 成为制定全球经济政策 向外大撒币 扶持贪腐清美的政权 然后呢 从GATT到WTO 美国掌握自由贸易的话语权 另外就是文化上的霸权 特别是对南方国家 培养美国至上的价值观输出 美式政治经济制度优越的意志形态 培养政治经营 主导这些国家的政治 这些都是美国在二战后 建立并且维持单极霸权的 帝国主义体系的基础 在进入这个世纪 特别是2010年之后 世界发生了一些改变 像是支撑美元的石油 在能源多元化的发展下 没有过去那么重要 美国人均汽油支出 占整体消费比重 从1970年代的5.06% 下降了一半 变成了2.25% 俄乌战争对于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 已经达到1973年跟1978年 两次石油危机的程度 但是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却远远没有两次石油危机来的严重 石油美元的基础已经被侵蚀了 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也不像过去那么重要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 他们借着对各国的贷款 要能还得出贷款 所以说他就提出结构调整计划 要各贷款夺 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但是现在各国能见到的 钱的管道多了 像我们之前谈过斯里兰卡 他的债务里面有一半 就是跟国际资本市场借的 2021年IMF借了686亿美元 给财务陷入困境的国家 但是中国也借了405亿美元给他们 既然我能够借到钱 干嘛跟这些唧唧歪歪的人借 贷款这个武器生锈 世界银行IMF再也不能互风唤雨 还有GATT WTO在1990年代就遇到挫折 美国国内在失业的冲击底下 开始出现对自由贸易的反弹 不敢再开放市场 失去谈判的筹码 以及在自由贸易的话语前 现在要谈印太经济框架 显得勉强而且尴尬 更重要的是啊 美国在全球经济地位下滑 过去是全球的最终市场 但是现在除了美国之外 可以谈生意的人多了 不一定得靠美国 在全球贸易里面啊 历史上美国的贸易额 最多占全球的15% 16% 现在大概占10%出头 但是我们看看这张图 用各国外汇储备 所使用的货币份额来看 美元最少占到差不多六成 最多的时候八成到九成 远高于它在世界贸易的占比 不过这张图啊 另外也有有趣的地方 那就是去美元化 哪里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地位最低的时候 不是现在 而是1990年前后啊 欧洲整合之际啊 有可能会出现欧元的时候 不用说挑战美元霸权 这太政治化了 只要出现让大家有信心的货币可以避险 鸡蛋不用放在一个篮子里 美元的地位自然就会产生变化 至于人民币挑战美元 不管你是很兴奋还是很担心 起码现在都还不需要想太多 到2022年第四季 人民币的地位还是没有办法跟日币或英镑比啊 比起欧元那真是更是差太多 美元的地位的确是发生改变 可能连美国自己都没有办法适应 像是俄乌战争爆发后 美国主导把俄罗斯 踢出这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也就是SWIPT 说是要制裁俄罗斯 要击垮卢布嘛 SWIPT是在1947年成立 它连结了全球几千家的金融机构啊 基本上呢就是美国主导 在推动美元结算建构美元霸权的机构 把俄罗斯踢出去啊 卢布其实也没有被击垮 反而是很多人啊 像是这个货币战争的作者 Jim Rickards就批评造成 去美元化的罪魁祸首啊 恐怕就是美国财政部自己啊 因为他拿美元当武器 带头破坏它的稳定性 把人都吓跑 讲到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 美元霸权的维持啊 有它的历史条件 而当这些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然松动 军事对立冲突 也是维持美元霸权的条件之一 像是刚刚提到的1990年代前后 各国以美元做外汇储备的低点 刚好也是苏东坡 冷淡情势趋缓的时候 而今天呢 随着单极霸权的衰弱 更多维持美元霸权的条件 一个一个不存在 长的来看美元霸权势必难以维持 不过让人担心的地方恐怕是 在前面说的所有美国维持霸权的条件里 最没有发生改变的 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 除了冲突 秀肌肉 别无其他筹码 在这点上啊 美国有和俄罗斯相类似的地方 这也是进入多极霸权时代 一个对全球来说 让人担心的不安定因素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